昨天我并不知道具体发生的事情,只是觉得肯定是场误会,因为我一直相信皇家的司机不会无缘无故去害王氏公主。 嗯,我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会无缘无故的陷害我们太太,不过贝雷公主何等尊贵,当初为了区区一个小司机开金口,想必两个人的关系定然不浅,今天一看果然是关系不浅,可惜了她身份不够,人为言轻,以至于现在白白把命都差点搭进去。 一些话刚刚已经说得很清楚了,是她故意挑拨了一件我们王氏姐妹的关系,只这一件,我们并不能原谅她。 昨天晚上,菲娜小姐的生日宴会上,可真是热闹,真还要谢谢贝雷和贝西两位,让菲娜小姐度过了一个终生难忘的生日。 昨天晚上,是谁让你们去博根地庄园的? 我们,每年菲娜的生日,都是我们在帮忙庆祝,我们的关系不错,所以才不想错过她每次的生日。 是吗?既然两位当初都决定一起去了,为什么不提前通知我一声呢? 我出来扎道,如果一起去的话,也许路上就不会发生意外了。 当初好不容易解回一条命,没多久,便看到你们穿着漂亮的礼服赶过来的时候,我曾一度阴暗地怀疑过, 两位是觉得,我可能早就没了命,或者身负重伤,所以特意赶过来,代替我,代表王氏出席菲娜小姐的生日宴会呢? 是这样吗?二位? 我们,我们只是纯粹地想给菲娜小姐庆生。 啊?我想错了吗?可是为什么,连你们给菲娜小姐准备的生日礼物,都跟我相差无二呢? 礼物是外婆替我选的,难道外婆您告诉了她们,您给我准备了什么礼物? 没有。 这只是巧合,这件事情,昨晚说得很清楚,这就是巧合。 嗯,你们说什么,便是什么吧,希望别人也都相信你们无辜,无助又委屈可怜。 Eva。 母鸡。 叶静云当即便跪在了地上。 我没有母鸡,请您相信我。 相信你?你拿我当傻子吗?这么多年,我何曾博待你半分? 我的女儿你容不下,我的亲外孙也容不下,是不是过不了多久,就连我这个女王你也容不下了? 贝雷贝西联盟咚咚两声,跪倒在了地上。 外婆,外婆,你们不要叫我外婆,我给了你们太多的机会,而你们不仅不珍惜,却越来越变本加厉。 黑心滑 谢谢